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Perset Sajan 大家好我是Sajan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日本跟台湾过年红包文化的差别 还有个人非常想知高 台湾人到底要包多少钱给长辈才是够的呢 请大家告诉我 那日文的红包呢 就叫做 多适当吗 那台日红包文化差异的第一点就是 过年时间不一样 日本是过犀利 台湾是过农历 第二点 台湾就是如同其名 红包是红色的 但是有些人可能知道日本是包白包 对在台湾是可能不吉利的东西 是白色的 那第三点呢 也是今天影片的主要问题 就是日本人比较没有包红包给父母的概念 日本人不像台湾人 好像自己出社会有能力之后 觉得过年一定要包红包给父母的这一种观念 包给父母现金的人是 真的少之又少 比较没有这个习惯这样子 日本人对 红包的概念就是觉得 父母啊 长辈啊给小孩子的那种感觉 但是呢 比较特别的是日本人 会送礼物给父母 或者是长辈 那这个概念呢 就比较不是 就是 日文比较叫做是 对拜访收到 人家的人呢 是不用做回礼的 但是如果 拜访你的这个人 他带着他的小朋友的话呢 对拜访的人 就会需要给他的小朋友 红包 但是如果是你的同事啊 尤其是你的上司的小朋友的话 包现金给他呢 会变成不礼貌的行为 所以通常都会送文具券啊 图书券啊等等 会比较保险一点 大概都会收到多少红包 并且拿到几岁 那我这边会再贴一下日本平均的 这个应该算蛮准的 因为我就在小学的高年级的时候 收到了五千块日元 还有这个 的东西 它其实是不用太贵的 因为对方不用做回礼 所以你不能送太贵重的东西 让他有压力 大概的市场价格在于 两千块到五千块日元 大概三千块左右的 礼物应该是最多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私心想要问大家的问题 就是 你们帮给长辈的话都要多少呢 而且是爸爸妈妈都要包吗 还是爸妈一起包就好了呢 因为我自己就是 从有记忆来就是单亲家庭 就只有妈妈 然后我就包给我妈妈这样子 但我也不知道是包多少才是正常的 那单刀直入的说 就是我是包了一路发 一路发 一万六千八百块这样子 那我后来事后才知道 诶 被别人说我包太多了 因为我当初会想要包这个数字 是因为我也不知道 大概多少算正常 然后因为我妈妈是非常喜欢 那种什么一路发 这种什么吉祥数字的人 那我就想说 诶 如果是一千六百八十好像又太少 就想说 那就加一个零好了 这样子 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 日本人的禁忌就是不太会谈论一些金钱的事情 那我平常习惯也是不太会去谈论这一块 那因为为了要拍这支影片想说 我是不是该先问问我身旁的朋友 我就问他们说 诶 他们包给长辈包多少钱啊 那我听到的好像就是两三千块这样子 我好像真的有点太多了 不过我自己是那种 只要自己饿不死就没关系 的那种 对 而且我后来听我的朋友跟我讲习俗才知道 你给父母的红包 金额只能一年比一年多 今年不能比去年少 嗯? 那我这样子之后 应该要改给多少才好 那我有一个相差八岁的姐姐 姐姐是纯台湾人 那她已经很早就有嫁人了 她出二的时候会回娘家跟我们吃饭 之前回娘家的时候 然后我都是去外面大家一起用餐 那今年初位 我就第一次请我的家人们吃饭 这样子 结果我的姐夫真的人超好的 她居然也给我红包耶 我长这么大居然可以拿到红包 因为我有印象以来 我觉得好像真的很久没有拿过红包 很早就没有红包可以拿了 她是跟我讲说 还没有嫁出去的都是小孩 就可以有红包拿 就给我了这样子 那这个好像也是台湾的一个观念 还算是常听到 你想要问问大家 你拿红包大概拿到几岁呢? 那日本的话是因为会有成年礼嘛 成年礼之后家里就不给的 或者是正式出社会开始工作了之后 就不会给 这样子的情况应该是比较多的 那我在台湾还有听过 她可能都已经三十几岁了 可是她还没有出社会喔 结果就有家里的长辈 就讲那句话 还没有嫁出去都是小孩 就给你红包 所以我有听过在台湾三十几岁 也有拿到红包的 就觉得这个很不一样很有趣 但虽然我还有听过我台湾朋友跟我讲说 因为她那一年比较拮据 她虽然每一年都会给她父母红包 可是那一年就跟她父母讲说 我今年真的没有钱给你们 然后她的父母也接受这样子 但是后来呢 他们就要求她说 那就做个刑事 还是包个两百块给他们这样子 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有这样子的经验吗 这个我觉得就让我很惊讶 也觉得很特别 应该是对于外国人来说 是比较不能够理解的理数这样子 那台湾的红包也叫做压睡前 我记得刚来台湾 我还有红包拿的时候 我都会把红包放在枕头里面睡觉 希望做个发财物 就其实以前也不是很了解 只是觉得好玩这样子 那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回复我我的疑问 然后也要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过年有准备一个过年大型特别企划 就是台日红白大对决 喔耶 那至于台湾日本对决什么呢 这个就先卖个关子 那大家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一定要按铃铛 那个铃铛的通知一定要按全部喔 这样子才会 我们每一个新的影片里都会收得到 大家请期待我们的台日红白大对决企划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有趣的话 麻烦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喔 也还有其他的类别影片也欢迎看看 每天也有用Facebook、Angela、用中日文分享资讯 也请大家多做最终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 掰掰